这次民政党在第15届大选的定位 我们要成为强大的反对党 俗话说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槟城是民政党的发源地 曾几何时 他们在当地也有过高光时刻 掌权长达39年 结果308大选的一股反风 把滨州民政党吹倒台 14年后 脱离国阵 以自由人身份加入国盟的民政党 再度将滨城列为前线州 主席刘华财接受百合访问时更誓言 要成为滨城人民强大的声音 就是说 我们觉得我们要成为强大 滨城人民的声音 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 为什么要选民政党呢 因为如果你看这个滨城的州议会 反对党呢 都是一例马来人 两个来自武统 五个来自土团党 都是马来人 所以这个对滨城来讲是不健康的 因为马来西亚 特别是滨城是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 跟多元文化的一个州属 所以呢 来自政府也好 反对党也好呢 应该是有多元的成分在这个反对党的这个团队里面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要把有能力的人 有智慧的人 有知识的人送进去国会跟州议会 这个来得更重要 因为这个国会也好 州会也好 他们是立法者 立法者就是什么 就是要制定法律来保护人民 所以呢 你应该有能力的人啊 你不要不应该去投党不投人啊 如果是你投党不投人 那个人没有办法在国会里面 在州会里面去捍卫你的那个权益的时候 那个没有用了啊 那个五年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我刚才强调的民政党的立场呢 是要用系统来解决问题 不是用个人关系 另外 在滨城当了十多年反对党后 根据民政党的观察 如今的滨州子民被三大问题所困扰 在滨城有三大问题啊 第一问题塞车咯 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塞车 如果你们在呃 周末你去滨城的话 我看你要塞车坐在车上啊 那个困扰啊 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而第二 他们这个塞车的问题的方向是错的 他要做海底隧道 海底隧道的意思是什么 是多一个管道让 呃 全国人民来到冰城 多一个管道 因为你还有两个冰灰大桥了嘛 多一个管道就是车会更多的 进入冰岛了 二 他的解决方案是扩大那个 呃 那个路 扩大的路是什么意思呢 是更多车可以走咯 所以那里会解决掉那个塞车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方向错了 他们要做的是捷运啊 那个LRT啊 从 呃 比如说 从我的家弹丘工啊 可以直接接到去 呃 那个机场啊 第二个呢 是关于水的问题咯 淹水的问题 它没有办法解决嘛 到做了三届政府过后还是淹水啊 所以还是淹水 还是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然后淹水里面 当然很多的其他的国家 八大国家呢 可以呃 做那个水可以沉淀在路的下面 这样的 technology都有了 为什么不去做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淹水的问题 第三 跟水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治水问题 就是喝的水不够啊 当然啦 现在跟那个鸡打州的州务大臣吵架过后 那个更难解决咯 可是呢 不应该的 因为州跟州政府跟州政府的协调 一定要做好来解决人民的问题 人民是 是无辜的哦 你们政治在谈判啊 你们在吵架是你们的事情哦 不要把人民的负利呢 呃 拉下来 甚至呢 我们都要求说 你可以用海水来淡化 钓啊 这样的工作 这个科技已经有了 它有做 可是在白阳的BASPET 只是提供给那些工业 可是我们觉得更好的应该提供给全部的兵州人民